今年油店双掌引起民众反弹 因此立法院特别紧盯中油台电的收支 然而就在中油台电还没有针对今年高达1200亿的亏损提出说明的时候 立委发现中油早就已经预先动用 还没有被立法院批准的40亿元绩效奖金 让立委十分火大 今年5月中油台电等四大国营事业 因为油店双掌公司检讨员工福利 让他们走上街头讨公道 事隔半年员工的绩效奖金再度引发争议 以中油来讲事实上看得到 整个的这个绩效奖金跟考纪奖金 整个的奖金都还没立法院都还没审完 他就已经先领完了 立委说的是100年度的绩效奖金 明明还在审查当中 但中油工会已经先借走2.2个月 总计40亿元 理由是员工子女开学注册需要借支 假学杂费这个理由是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是蛮有创意的 但是真的每个员工都有正在念书的儿女吗 他们每年都大家习惯就这样子 先让小孩去注册嘛 他没有想子女教育部主委 我们不是行政部门 所以他没有 他只好靠这个先借自己注册 那如果说你借了两个月 结果只花1.8个月 我刚刚讲的 那你多了0.2 你这个0.2了 我又按月跟你扣回来的 国议会表示这只是权宜的做法 还是尊重立愿决定 不过中油台电今年合计亏损高达1200亿 绩效奖金却还是可以为审先发 恐怕还是让外界观感不太好 有点TV张家罗正辉台北报道